大家好,我是小青。 今晚给你们带来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泰国传说, 升降术,斗法。 这个故事揭示了升降术的神秘面纱, 让你体验到恐怖与刺激的较量。 升降并非让你真的死去, 但其威力绝不可小觑。 在这个故事中, 你将了解到升降师如何运用咒语和古怪的道具, 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法。 想知道谁将胜出,以及他们将付出何种代价吗? 快来听我细细导来, 并在结尾处按赞、分享和留下你的点评, 让我们共同探索这个鬼魅般的世界。 泰国的一个繁华城市, 有两个商人争夺同一个市场份额, 彼此之间竞争激烈。 其中一个商人名叫杰森, 他采用各种手段打压对手, 试图将对方挤出市场。 另一个商人名叫亚瑟, 他听说了关于升降术的传闻, 决定寻求降投师的帮助, 以反制杰森的行动。 亚瑟找到了泰国十大降投术之一的降投师, 名叫拉玛。 拉玛是升降术的高手, 精通各种降投技巧。 亚瑟向拉玛诉说了自己的困境, 并请他施展升降术, 将杰森击败。 拉玛答应了亚瑟的请求, 并告诉他需要一些特殊的道具和咒语, 才能成功施展升降术。 准备工作完成后, 拉玛开始了升降仪式。 他运用咒语和道具, 集中意志下降, 试图对杰森施展降投。 在仪式进行过程中, 拉玛能感受到杰森的存在, 他察觉到杰森也在使用某种方式对他进行干扰。 原来,杰森并不是等闲之辈, 他早就听说了升降术的传闻, 为了自保, 他也找到了另一位降投师, 名叫陈冠。 陈冠同样精通升降术, 他施展出迷魂降, 试图迷惑拉玛的判断力。 斗法开始了, 拉玛和陈冠展开了一场降投术的较量, 他们互相施展咒语, 使用道具, 试图击败对方。 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神秘而紧张的氛围中, 人们议论纷纷, 对升降术的力量感到惊叹。 斗法进行了数天, 最终, 拉玛展现出他作为升降术高手的实力。 他洞察到了陈冠的迷魂降的弱点, 并运用非真降的技巧, 成功破解了陈冠的降投。 陈冠无法抵挡拉玛的攻击, 最终被击败。 亚瑟最终战胜了杰森, 夺得了市场份额的胜利。 他对拉玛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, 而拉玛则以他那深邃的眼神回应了亚瑟。 从那以后, 升降术在这个城市变得更加有名。 人们对降投师的能力和力量充满了敬畏, 同时也更加谨慎地对待这种神秘而古老的降投术。 当那个可怕的鬼影在黑暗中渐渐消散, 你终于松了一口气, 心跳还未完全平静, 你意识到这段恐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 这是一个真实的鬼故事, 让你惊叹不已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, 就请按赞, 分享给你的朋友, 并留下你的点评。 同时告诉我, 你想听更多什么样的故事呢? 点赞是你与我见面的秘密约定, 期待与你共读更多惊悚时刻。